這段時間是啤梨晚報的紅人 不止啤梨晚報 很多網台都紅 由蕭山和城寨 蕭山也有說他嗎 城寨也有 他是朋友 蕭山說他嗎 蕭山說完他才屌實蕭山 蕭山說他嗎 我不知道 也說他平特朗普的事 城寨靜說什麼 劉世倫 溫哥說加拿大的廢人 有 常常自衣三到四 只能喝茶 只能用廢佬來應用 可能不止廣告 還有阿Q仔 溫哥華加拿大有三個廢佬 不要說廢佬 什麼垃圾也好 廢物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們不要看得人 大家的意見不同 這三個也有個層次分別 意見不同 我們逐個說 第一個叫鄭經漢 大班 十點前特首 陳經 陳經 我們評論一個人說他回堂 什麼都好 他做節目真的是一套 有魅力 而在90年代到2004年之前 他真的 用他的節目的影響力 他賺不賺錢的我們不去理會 都做了社會上很多事 很多行動 耍事的時候 交叉 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平安中 甚至乎為甚麼叫十點前特首呢 當時那個人是很刺激的 為甚麼呢 所有官員都要聽著他的節目 當時的官員都會受訪問 現在就太傻了 聽著他的節目 有人投訴他一去追擊的時候 會震動貓王 所以叫十點前特首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記住在97年之後 他也繼續發揮影響力 97年之前就擺明是放水 就是希望電台會有這樣的人 好了 另一個廢佬也挺紅的 就叫做黎則訓 我不喜歡別人說他是甚麼 盲聰瓦獨卑焦跡 即是說是焦跡那些 黎則訓究竟是瓦還是獨卑焦跡呢 是聰瓦還是焦跡呢 大家自己判斷 第三個三大猛人 是不是很能中容 三大猛人 這三大猛人 第三個厲害了 就是有海怪之稱 那個樣子跟海怪很相似 光頭 身高 我想沒有六尺都有五尺十一的 都高高大 這個大猛其實不是很高 跟我差不多 不過是大隻 橫的陳偉業 陳偉業 他在加拿大讀書 他從政都算是 你們不能夠說他們多少性格 那些我不喜歡 現在不同 以前三博時代 現在梁琴澤木兒妻 民主社會在不同的政黨 正是你們不同的政黨 柔异 都很平常的事 他最多都是民協民主黨自己 跟旭文跟蕭先生 那些都是 還有 香港選擇政黨 其實都是用貧黨來形容 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們的政策理念 其實是未必分到什麼出來的 但是民協 民主黨跳套社民 沒有問題 差很遠 我們認識陳偉業 我只能這樣說 他有一次 去到支持老蕭直 有一次他說 他選舉沒有輸過 從來沒有輸過 但是那次 他也有去挑戰 他真的沒有輸過 挑戰何俊仁 挑戰何俊仁 就是在美樂那裡挑戰的 我也去跟他拉票 當然 你不要進去拉票 我很忠心而起 但是結果 那一段應該是 輸了 輸了給何俊仁 是不是何俊仁呢 還是割了拉 何俊仁 何俊仁那一屆是鄭同泰 鄭同泰 後來我們鄭同泰去戒的時候 那些人說 為什麼當日陳偉業戒就行 選就行 就是這樣 陳偉業我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因為人民力量 為什麼因為人民力量 因為那次跟著毓民 為什麼會跟著毓民 在那件事之前 陳偉業真的是長勝將軍 這裡就看到他投機那種心態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持 原來他的目的是保持位置 無論區議員 因為他民連之前那一屆是獨立的 是的 他要保持位置 在那一大新西 他剛剛最低票當選 很危險 他 甚至在民協各樣東西 在扣來民主黨最長時間 根本就是以 那個位 來做目標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看回他 之前那些我不熟悉 看回他之後那些政治的閱歷 那些閱讀 他原來是沒有個人的看法的 很彈性 非常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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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那一刻跟郁敏當時 撐陳雲 撐他的城邦論 突然當郁敏反變 你知道郁敏反了陳雲 突然又反了陳雲 他跟那些本土派割席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說的 很清楚說的 就是說 因為呢 他是有位置來做 做目標 目標是位 是 我們看回他之後的那個動作 你就知道 原來他的政治是沒有理念的 理念就是要一個位置 所以你就解釋到他之前 為什麼可以走來走去 還有長勝 因為他每一次走際配合 他都會贏 所以在2008年 郁敏第一 從政就是2008年似的 郁敏在2004年 我沒有記錯 他就是離開窗台 被Vinley 余真搞了一間店 好了 接著就買牛肉麵 他來說比較失意的時候 我就認為買牛肉麵 沒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有個傻子 就經常去找他 有兩條傻子 下次有機會找郁敏上來說 我記得我聽他說的 是 就應該是陶君恒 不應該是長毛 長毛和君恒和大舊 就問他不如這樣 搞過什麼 社民連 我好像說大舊和陶君恒 為什麼呢 因為 社會民主連線比較左翼 因為 要就大舊 不就是要就長毛 而且在那時候 譬如說那個年代 例如2006、2007年 大家有記住 是曾蔭權當政的 是 曾蔭權的時候 就沒有遺充 沒有遺充 基本上 就吵你兩母系 搞得到貧富 地產霸權就越來越誇張 是 純粹最低工資都沒有 那時候 對 於是乎有些左翼思潮 在那時候 因為你太過了 太過了 太過了 一定是會膨脹的 會搞得卸民連 那一刻 就終於印代翼文出生 那時候 為什麼呢 就是要借助翼文的 魅力 政治動員民力 以及 那個 那個鼓動的力量 是另外一個時勢 因為長毛也不是擅長這件事 當時他們 因為你知道大阪 翼文被人封鞋 也想他們兩個選立法會 那時候大阪 大阪是2004年那屆選了 令匯事件是很嚴重的 好了 於是 那陀軍恒就不要說了 因為那時候 陀軍恒在2004年那屆 排在大阪後面 也不行 大阪不在的時候 也要找一個新的精神練習 因為大阪做完一屆就不會玩 你已經想到 那時候陀軍恒是垃圾 你怎麼也選不到 其實他很慘 遲少差一點 又被人戒掉了 但那些也不要想起 於是 就有卸民連三子 出現了 就是陳偉業 長毛 和杜敏 我記得2008年 他們有一個造勢大會第一次 在九龍公園搞 我也有去 在卸運界 我也有去 那邊是小美認識的 在一個主流媒體 當然沒有人把你們當作人 我現在回想一下 但在我們社運界或Facebook圈裡面 是始終一件事 有 而就是那群 我們Facebook圈或社運界的一件事 就足夠令到我們三個 很穩穩陣陣陣 本來 昨天真是糟糕的 也不是刺濟 三個人一起 就入了議會 那時 長毛的第二屆 那時還有誰出來叫麥 林昭榮 LMF 范士銘 老蕭 陀均衡當初點票時 跟楊家傑當時有點接近 是阿牛 林昭榮 很可憐 阿牛就不能說 但阿牛也過萬票 也不算太差 在香港島 還以阿牛的秘力 香港島用了一個男嶺工人的身份 過萬票 也不是口似伶俐那些 民間建台 阿牛也種下了禍根 就是後來港島出不到誰 盧永樂 是的 於是乎又反 是的 找人說這些 說真的 如果當時說到盧永樂 你的醫生 是會好一點的 是的 醫生的形象會好一點 一說醫生就沒事了 說到那種感覺 說到這些 衝敬人的感覺 他們不是那麼對的 即是街頭營 OK 那阿牛呢 女戰就女戰 女戰就女敗 是 但我想現在阿牛哥 想一下 都好在 如果我早兩年 上大陸進去 現在還在做 被人的記憶 他現在有區議會 還有區議會 因為之前輸過 他贏回 這屆 阿牛在 港英年代做過立法國 新九組 是呀 那些就是 彭定康 那時候他仍是對民主黨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做完4年 2012年之後 其實選完2012年 2013年年頭就是蕭王分裂 2011年就是 人社分裂 2011年人社分裂 2011年人社分裂 是很嚴重的 在那一段時間 陳偉業 大狗 他又要面臨一個抉擇 長毛 還是蕭敏 他那時候好兩性排 當然是蕭敏那邊 有時候 貓姐 任良憲在台上喊 任文力量的時候 是嗎 那時候 他們找了選民力量 林宇洋 選民力量 劉鎮 這些世界 因為他這邊要追擊 對民主黨票債 退票償 是 但是陶君恒那邊 在這個方向就有些分裂 是的 因為其實是追擊民主黨那裡出事 那些我們不要說那麼長 那麼他呢 那一刻薩拿 亦都選擇了 西館教育代表 其實看過世都知道 這邊大 是 接著是毅敏 好了 2012年選舉之後 2013年 就很快 人力分裂了 蕭王分裂 是的 蕭王分裂很快的 雙王分裂 在蕭王分裂 還有魯蕭 我們在歐西打 完全看不到有任何跡象 其實大狗也看不到 好了 都都 因為黃潤大陸的因素 是的 黃潤大陸的因素 那些我們不說了 到了魯蕭 我今天下集會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的時候 哇 小王分裂真的是情天逼力的 在小王分裂之前 因為那時候 大狗還會經常上憶敏那裡做節目 憶敏在場 還有他賣電視節目的時候 是的 是的 不過他的節目就少人聽 是的 但是他有時候會上憶敏在場 是的 那時候有聽 他是很多集不斷地支持本土派 支持勇武抗爭 甚至支持城邦論 支持阿神雲 還說要引製什麼 你記不記得 引製什麼 非法什麼什麼 示威108條 是的 你記不記得 南非也有民族之矛 總而言之 說得很厲害 誰知道 在小王分裂那時候得到的訊息 就是 他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我忘記不記得 我沒有跟他接通通電話 可能是訊息 就跟他談過一段時間 他就說 沒事的 沒事的 等我回來就完成了 即是去加拿大 誰知道他還未回來 我現在靠記憶 他已經靠近了魯蕭那邊 那時候魯蕭在跟憶敏分裂 因為我們的路線不同 他們的抗爭會走向暴力 他就要和理非 和平理性對抗爭 那些都不重要 要甘地 但後來我心想 如果他要甘地 因為我表面他們分裂的原因 我不要說事實是甚麼 你又說Malcolm Mix 為什麼會走到魯蕭那邊 但突然間就變了甘地 原來現在有一個新APP 叫人民超市 是大舊的 是大舊的 那就證明了 即是貨幣 是的 後來讓我給魯蕭 又想想 他那時候 人力 那個香港人亡 實在耗爭太強 我想他在那裡想 我究竟 我要甚麼 我究竟要甚麼 以及他這麼多年 比如新西的時候 就被何俊仁在你頭 在社民年 對港時走日文在你頭 到現在我打算 存了那麼多年資本 或是社民年 是機會我做大佬 我有本事 好了 結果他沒有本事 大家看到 到了上屆 千不知他千不般萬不原 就帶著黃浩銘 黃浩銘 他排第二 當然是含得酸肥堂 黃浩銘 因為勞動家雷動幫他 都不可以 都輸 那你說你陳偉業多少元 因為你最後正餘的政治能量 都給你自己 是自己 銷毀了 原來一點正確都沒有 當時想著 靠踩黃浩銘 說人家修共產黨錢來拿票 還有 你倆是 你跟浩銘 當時走到這樣 最後你是說 黃浩銘 收共產黨錢 毫無證據 那為何當時 你11年不說呢 還要跟著人民力量呢 因為你說 收政協錢的時候 是10年 搞五區公投 是黃坤 這是露燒爆的 在船上給了五十萬 四文年 五十萬 梁家傑 而 是 毫敏村回來的 而毫敏 在油艇上說 他連錢都沒有碰過 黃坤拿錢出來就直接給你 是屠軍行收 所以這群全部是含家產 我跟你說 我不是因為我跟毫敏是否友好 事實就放在那裡 如果你想想你財貨你還不是含家產 你老蕭自己說出來 你自己說的 這件事其實是老蕭自己說的 一直說什麼收共產黨錢 屌熱不來就是五區公投那些錢 還有 還有五十萬給社民年五十萬給公民黨 黃坤作為一個屌你兩位 明珠興業的炒家 一個商人 都不想這些東西會公開 屌你怎麼能夠將它說出來 以後的有錢人 譬如說成哥 你怎麼知道 原來那些傢伙是這樣的 怎麼幫你 即是你們什麼時候就會全部都說出來 好了 陳米葉 至於你說什麼貪國泰機票 或者我自己收到的骨灰暗 又或者 你對特朗普的看法 那些全部都不重要 只是看這裏已經是一個人責人 即是沒有一個個人人格的含家產 人責老屎 你管你 好了 早兩天 很多人有型 出了一個post 裡面還有一個哈哈笑 還有我們有沒有一張東西 我們出來看看 大家看看 李宜是抄寫工人 他應該是基於王偉雄的文章 陶傑是英文老師 又是王偉雄的文章 也不是基於王偉雄的文章 魯蕭是千王之王 這個就不知道是基於什麼了 為什麼魯蕭是千王之王 什麼時候開始不友好 好了 三個都不是財資 首先要這麼說 又是哈哈 為什麼他以前跟魯蕭搞人民超市的時候 不是說魯蕭是千王之王 首先要這麼說 他都知道不到你 他都知道不到你 你賣了人民消市給他脫身 人民消市沒錢 首先要這麼說 你哈哈 你以為很開心 這三個都沒有說自己是財資 不是 就是外面的人封他 你以為沒有說自己是財資 陶傑也沒有說自己是財資 陶傑說自己是文記 是的 蕭先生也沒有說自己是財資 外面的人說他而已 你說魯蕭是千王之王 魯蕭上市公司 友聯的時候 香港十大富豪都分分鐘有份 起碼曾經威過 他的電視劇到現在都好看 香港KOL排行第一 那些投票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大個算是什麼 好了 陶傑 不要說 不要說大家現在這陣子不流行 他的代裝書 根本應該由90年代 一直到2000年那段期間 唱少書長期排球的 不斷出書 結集文章都可以做的 光明頂 我不知道 很可能是商業電台現在最高手勢的節目 很有可能 他的追蹤員 起碼有很多英國文化協會 英文班 賣樓 很多東西 都要找他 而且 陶傑最少他那套理論 或者很多人會購買的 老蕭 他說什麼 那些人都成焦點 你說燈神什麼都 總之就是焦點 你說很多人 或者引起爭議也好 是有得爭議的 陶傑 是的 好了 李懿更加不用說 李懿 你們很多人說 你老母子抄寫工人 說真的 我們那個介紹的篇文章 如果我突然寫了一篇文章 印了不知道誰的文章 含糟糕死老爸 我又含糟糕死老爸 那我就抄你嗎 不要這樣 所以有個網人 聽我們為何不同 50萬不是東方萬比 就是不是 是黃均 是含糟糕 黃均的時候 捐了50萬寫文 50萬民黨搞 五區公投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覺得 特朗普不值得 一模一樣的事 就是發生在黃毓民 因為黃毓民實在 泰國不懂得上 他竟然進去挑戰 那個建制就是 民主派建制的大台 我們那時候 人們說我們收共產黨錢 說你收共產黨錢 我們在街上喊咪 就說人家說我收共產黨錢 那時候他 說我收共產黨錢 老蕭都被人說他收共產黨錢 人民幣力量 因為你們反民主黨 你打到那個建制 他不看民主黨當時 有多少東西被人批評 包括入中聯辦 那時候被人批評是很正常的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站在抗爭派那邊 不一定要的 你可以站在另一邊 但是一定要有一套理論出來 是蘇勒支持你為何要站在抗爭派對面 你留意一下 阿嬌仔為何他們說他們大膽 他一方面是深深怨 於是寫那些文章證明 攬炒派是甚麼 是的 又吵齒攬炒派 又幫TBB說好東西 幫仁千華說好東西 但他們為何站在抗爭 站在抗爭 為何站在抗爭 因為他最後又批評了 又會說 阿嬌仔你香港人 無論年輕人也好 年老人也好 現在一定要了解清楚 才可以決定去留 有批評好東西 你的立場不得鮮明 站在抗爭 我們就批評了 很簡單 其實沒有東西 你前兩三年因為那些本土派 被人批評而已 不進去維園 然後就批評他們 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90岸人低 這算是甚麼說話 好了 李陳偉業 他笑三個 在美國方面都比你高幾多的人 這三個人 我用四個字最簡單 都是一方之雄 你算是甚麼 你算是契弟 你多姓家勞 現在你始少了三個人 再對你以前的即使童 長毛 長毛 你不要理會他怎樣也好 他都是一方之雄 是吧 你抑問他更加不要說 你又算是甚麼 你雖然是大隻 其實你這個含家產 一個政壇老鼠 真是鬼 為甚麼 真是你那些鬼鼠性格 你想想他那些反轉豬肚就是人 對 真是這麼大的男人 聯絡馮檢基 何俊仁 李永達 當你離開文協文專都說 你吵我們沒問題 但是你被抹黑替我們作故事 不是啊 而他是這樣的性格 不是啊 你這樣看 你如果一看回頭 何俊仁 馮檢基 李永達 都真的不夠他 還有啊 何俊仁 馮檢基在政壇的地位 都比你更高 不是 你說錯了 何俊仁 馮檢基 和何俊仁 李永達 你先說 馮檢基都比他高 是的 是的 馮檢基文協一方之雄 是的 是的 一人黨都這麼小 李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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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90年代 很認真 屎你老母 不是 屎你老母 你算是甚麼 你是死�un Java 你現在還以為太有的人 只是跟你亂走 便回家睡覺吧 屎你老母 講好就這樣 屎你老母 那時候還教我們怎麼洗樓 我聽了兩句話 她又不敢說 你敢這樣洗樓? 那時候我不懂得政治運作 但是我是一個人不懂 我不要說自己是死目 我自然會懂得 當然是由上訴下來 每人一邊按鐘都有禮貌 一定是這樣的 你當我們是甚麼? 當我們是67歲陳來搞的 你怎麼知道? 其實在那些位置 她要顯示自己有料 為何要顯示自己有料? 因為無料 陳偉業有一件事就經過剛才這班人 是 賺水 這件事是 是事實 即是憑她的建制地位賺水 是這件事很厲害 即是她通透 90年代開始 這條穩救的 是 厲害